各位观众,我是林医生在我旁边 我们上次说到中央肥胖 现在我也有做运动,我上几集也有说过 总是搞来搞去搞不到肚腩,我觉得很困扰 这个问题我相信除了我之外,很多人都是这样 因为我在地铁里看到,全部都是我这样的尺寸 刚刚听到林医生之前那集说 原来我们的中央肥胖有不同部份的脂肪 有些地方减不了,可以多说一些 其实中央肥胖,我们也是有个计法 其实会计算腰疼比例,腰围和疼围的比例 如果女士的话,最好低于0.8 如果男士,最好低于0.9 如果一个实际的尺寸,女士的腰围最好不要过80cm 男士就不要过90cm 这个是非常奇妙计划 但我明显已经过了 如果我真的想做一些索身 或者某地方去弄一下肚腩 好看一些 其实要找医生盘去检查的时候 又会分开到不同部份的脂肪 有些可以做,有些不知怎样做 有什么方式,有什么选择我们去做 其实可以在家里自己查一下 如果肚腩这样说 当一个人企直的时候收腹 腹肌收缩的时候 如果还可以用手擠得起脂肪 其实是皮下脂肪 如果皮下脂肪比较多 可以做一些体外的迁体仪器 或者是考虑手术方法 例如抽脂 如果用刚才的方法 企直了收腹 即是枝也接不到 或者甚至少收不到 都是有大肚腩出来的 那些通常都是内藏脂肪 即是我的肚腸 肚腩内的内藏脂肪 那些就是要怎样做呢 是否吃药行不行 通常是要减肥的方法 例如节食做运动 节食做运动 西药的话 暂时都是刚才说的 排牛丸 辅助性质 主要是自己做运动 食物那些脂肪 已经在脂肪内 可能有一股脂肪 那些就可以做到 但做是怎样做的 现在的做法 其实有分创伤性和无创性 无创性就是一些 体外融资的仪器 亦都有几部 是美国FDA可以批准做 有效地可以减少皮下脂肪的 包括可以用一些冷冻的方法 或者是用一些聚焦消声波的热能 或者是用激光的方法 令到皮下脂肪减薄 或者是脂肪细胞死亡 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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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